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先来想象一个画面 摊开蓝阳平原的地景 水从山林往平原流到大海再到离岛 这一切累积成形的大河流域就是我们的文化根源 而宜兰传统艺术中心就位于东山河畔 雨水相邻也属于流域的聚落之一 20年来宜兰传艺为文化永续推展不遗余力 因此本集节目就要请全联善美的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 罗欣怡跟我们谈谈 这一次他们是如何以传艺为基石 与在地的生态系伙伴 共同打造出宜兰大河流域SDGS永续生活 这一个有机循环体的 首先我个人最好奇的事情是 以大河流域这个概念出发很酷 这想法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缘分 因为应该是说在去年的时候 交通部部长来巡视宜兰 对然后那时候是在观光 很多观光界的一些前辈 大家聚集在一块 然后就聊宜兰的观光 然后每个人都分享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对然后那天我就记得 我也跟与会的伙伴们大家讲 就说我就觉得宜兰每个伙伴 不管各个角落的 不管做自然的啦 文化的啦 生态的啦 就是各式各样 然后是农工商 其实大家都很努力 然后也很努力地想办法 把观光做出一个质感 但是我总觉得宜兰的点就是都比较小 我们很难用一己之力去跟对外界宣告说 宜兰值得大家来 尤其是国外或者是国内其他 比较遥远的县市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来 所以就是少了一个比较单一很大的亮点 让告诉大家宜兰有什么 那其实我就觉得 其实宜兰就是有大的河流 对 传义虽然是在东山河上面 其实我们东山河 蓝阳西 后来也是都会催在一块 所以我们就觉得 我们自己就在一条河流上面 东山河的上游有茶 中游有稻米 然后有很多的物产 然后下游有传义中心 然后也有湿地 然后等等的 所以其实光东山河这条河流 就是非常的 也非常的精彩 那我们就觉得 其实宜兰最珍贵的就是大河 我们唯有透过大河这件事情 可能才有办法把大家这些小小东西串起来 然后感觉上会是一个非常亮眼 而且很容易传递到底伊兰有什么特别的 给全世界的朋友们 对 所以那时候就很感性地讲了这个事情 但其实也是没有预期 对 然后就讲完之后 也就放下了 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后面的好一段时间 很多的朋友遇到我都讲到说 那个他们觉得很有感觉 那他们就觉得大河这件事情 还可以继续再来论述 对 那我就说就是 因为这个事情牵涉了非常多 牵涉到地方政府 牵涉到中央政府 还牵涉到很多公司力各种不同的单位 我就说没有关系 其实我们就是先互相分享 这条大河上我们各自的美好 我们到时候再看看能做些什么事情 先不要太 给大家自己太大的压力 说我们一定要做什么东西 或是什么计划都先不用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 我有一次聚会 我就开玩笑说 先组一个大河帮好了 我们组一个帮派 对 先组一个帮派 好可爱 就是对于这些议题 觉得认同 然后觉得有趣 也想要一起发展 然后贡献 或者是聊聊的朋友 我们都可以加入这个帮派 我们就叫大河帮 所以大家就是 就忽然就 就很热烈 说啊 那么来加入帮派 这样 对 所以就是 然后我说这个帮派 就吃喝玩乐 就是把大河帮的那个 好吃 就是把所有的那美好的东西 都想办法要 要精练出来 好就是这件事情 就这样子 然后后来 在这个大河帮的 一些 大家聚会交流中 就忽然 有朋友就说 其实经济部 中小企业处 有个计划 就是生态系的计划 或许可以协助大家 去把这个 很浪漫的那种 大河帮的想法 能比较 有系统性 有架构性的去开展 然后但我们那时候 也真的没有特别想要去 借由计划 但是就是 很多朋友不断的 就是大家一起鼓吹啊 就说好 那我们就是组成一个生态系 所以也不是我们一个 一个单位 单独 所以就是变成是 我们就组了一个宜兰 就是 就是有点像大河流域的 一个生态系 好 那这个 那这里面就是 由 我们 本来我们是希望 由 其中一个伙伴 作为一个 最核心的基石者 但是很多的 来来回回的沟通转折 他们还是希望由 我们基金会这边 做基石者 对 所以后来就 这个大河流域的 永续营营生态系 就以全联善美的基金会 在宜兰传义这边 团队作为基石者 那基石者旁边有 非常多的合作的伙伴 那在这计划中 他们是称为利基者 那就是利基者就有很多嘛 不管是上游的 种茶的伙伴 或种油 种稻米的 东山农会的伙伴 或者是下游 有合作水域活动的伙伴 等等的 那尤其是像 在中间 我们自己的很多伙伴 也有做像公益的 或什么等等 所以就是 各式各样的利基者 他也有一些是 青年聚落的伙伴 有一些是可能 食宿油构型的 相关的伙伴 那也有那种是 他用环保的材料 去开发他的产品 譬如说我们跟公益的木工 青木工坊也有合作 然后所以它里面就有 很多很多不同的 合作的伙伴 那也包括有旅行社 然后也有一些 在地的旅宿的伙伴等等 所以就大家就组成了一个 生态系 那这个计划就 获得了经济部 中小企业处 还有资策会的协助下去 展开了一些相关的工作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开始 是 可是光是这样子的生态系 它又凸显的是什么样的意义呢 其实在这个整个计划里面 其实我刚刚还没有提到 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它必须要加入永续 就是它必须要有ESG 跟SDGs的像 就是那个精神必须要贯穿 在大家的工作里面 所以这整个 其实生态系的伙伴 就必须要去找出永续的项目 就是我们想要去优化 我们自己现在所有各自在做的事情 能不能再更优化永续这项工作 那接下来就是各自的伙伴 去研发永续产品的升级 所以它有些是服务的升级 有些是产品的升级 有些是油层的升级 就是等等都是一样 那但是做的这件事情 都必须要有永续的元素在里面 还有一个永续是那种持续 它是可以被持续的 不是就是昙花一现 没有办法再有持续性的 所以它必须是能永续营运 那必须要有商模 可以被验证 然后可以被复制这样子 对然后而且这所有的做出来的 不管是产品服务油层呢 还可以被推广 然后让更多的人来体验跟享受 这样的一个服务或油层或产品 那这些推广的对象 当然不外乎是一般的民众 甚至也是一些公司行号 甚至是一些讲求 希望永续旅游的一些企业等等 都有都可能是推广的对象 所以它就是一个连串 就是从一个元素的置入之后 置入每一个计时者跟立基者 既有的工作的项目里面 去研发催炼之后 在形成希望有个商模之后 能然后被验证之后 能被行销推广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我总是会带着自己 明明今天节目很多年下来 然后知道这些也很在意 环境永续 生态永续的这些朋友们 农人或者是农村的工作者 那他们怎么样去 又兼顾环境 但是又兼顾永续 自己能够活下来的永续 或者是做生意 生意能够继续做下去的永续 所以听起来是 我觉得好像这样子的大河流 一张串联的集合是 一方面也是大家互相有点 可以互相撑彼此的感觉 如果说社群资源共享的概念 在这里应该也是蛮 蛮可以体会得出来的 对然后我们基金会 其实因为在传艺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把这些伙伴 研发出来的好的东西 也希望在传艺被大家看见 对所以才会延伸到说 包括在油城上 我们去实践这件事 还有就是包括 我们也会研发一些产品 然后另外就是 我们这一次也是在 远区里面做了一个展 也是希望说 把这个过程稍微记录下来 让很多 因为这些计划是不容易被看到 对所以我们也是透过一个展 去阐述这个 经济部这个 他希望在推广 ESG的概念 或是SDGS的概念 然后怎么样融入 时速有 时宜柱形 这个里面 对然后又能成为一个永续的元素 是可以请执行长也举几个例子吗 就可能你的这些伙伴 大河流域的里头的伙伴们 他们如何去真正实践这些目标 比如说我们跟那个东山农会 他们有一个农创园区的伙伴 我们也跟他们合作 那农会 东山农会他们也是 就是来实践一个大河餐食的文化体验 所以他们也透过他们的餐食 其实他们餐食就是 一样是在地采购 然后有融入食农教育等等的 然后也会重视海洋生态 所以那一块我们也在传艺的园区里面 现场去演示 然后也邀请了很多的 游客跟民众来体验这个事情 对然后第二个是像我们园区也有公益 有很多的工艺师 他其中有一个是做客丝的 那人间国宝的老师 那我们也邀请他一起 他就利用一些 就是客丝的一些比较 就是一些碎 比较末端的一些线材 然后来融入一个大河 大河之道的一个系列的产品 这样子对 所以就是用一些纤维类的东西 然后能融入那个产品的设计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也有一个 木工的工坊 叫青木工坊 对那青木工坊的伙伴 他们也是用那个木材 很多边角料 有时候很多都是拿去废弃 他们就用边角料收集起来 然后再另外炼制成 就是像洗手液啦 或者是精油 然后甚至是做成那个 扩香石的一些礼盒这样子 就是说他本身把一些 比较是边边角角碎的东西 再拿来研发成另外一种产品 这样子对 那所以另外就是我们也跟一个 设计工作室合作 所以他也是用大盒的印象 然后去设计的一个礼盒 那那个礼盒呢 它是一个容器 所以它里面就可以放很多伙伴的产品 然后就变成是一个可以分享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容器这样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也有合作的是旅行社的伙伴 那他也把一些邮程呢 就是也邀请一些企业的客户来体验看看 那所以那另外也有伙伴是做比较食农教育的啦 或者是渔业教育的 那他也会去邀请一些渔货 就是有在处理渔货的伙伴一起来加入 产品的整合啊 联合行销等等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有点各行各业 然后去在永续产品上面的一个服务的开发 其实以传统艺术中心 宜兰的传艺园区 对台湾可能来过的朋友 或者是很想来的朋友 第一个印象就觉得古色古香 这种感觉 之后其实是很 有很多东西 好多细节的东西是来了之后 而且每一次来可能会 发现不同的重点 缘缺真的很大 而且就经营出来的一些 不同的主题也是很多样貌的 刚刚像是提到这些 有时候还是透过体验方式 那种体验方式通常也都是 最能够深入人心的 不管是工坊 工艺雕刻的这种的 各式各样的体验 所以我自己个人经验里面 也会觉得在 到了这个传统艺术园区里面 能够那么轻松容易的 就接触到这些传统艺术 不管是人文的还是工艺的东西 那个体验方式的设计 也是都不容易的 就全台湾可能大家都知道 哪里办了一个体验营 农村办了一个什么体验活动 都可以讲都是体验活动 可是在办的专不专业 或者成效怎么样 在意那个品质怎么样 这件事情上 可能也可以请执行长 分享你的经验 觉得在传统艺里面 特别去凸显的体验方式 这个部分你们在意的 是是是 就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就每次来会觉得 好像我们又不太一样了 对对 其实这个我们也是 团队的伙伴非常的努力 就是我们每次 都希望大家来的时候 都觉得哇又不一样 哇然后就是会每次都还会有 让他觉得会哇的地方 就是不然就会觉得说 好像我来过一次 就可以对都不用 那所以我们就会希望说 第一个让大家一有未尽 所以都不断地要推陈出行 不管是表演活动 或者是园区的装置 或者是整个环境的质感 都必须要有一定的水准 然后另外就是 公益体验这件事情 或很多节庆啊 民俗庆祭典的体验这个事情 我们团队也是非常的努力 所以就是不只是固定的跟流动的 都有体验的项目 譬如说固定的就是说 我们每个进来有很多的合作的伙伴 所以每一个工项都有体验 譬如说要体验琉璃珠的啦 体验陶艺的 体验木工 体验金工 体验蓝染 体验玉石 然后就是还可以体验皮革啦 然后体验布袋系 就是体验织布 就是说不完的 那个体验的项目 大大小小合计起来 是超过一百项 对 就是每天就是 他常态性在这边运营 就是游客可以选择 他想要体验的 哪一个项目这样 对 然后第二种是流动式的 就是说今天因为 可能是端午节啦 可能是鲁班公生日啦 或者是 可能是文昌帝君生日啦 那或者是中秋节啦 或什么 他就会有一些 节庆式的 一些体验的东西这样 对 那或者是说 有时候是跟着表演团队 比如说这个暑假 就是都是马戏 所以可能会有 马戏的工作方啦 或者是一些 不同的体验的工作方 所以有流动的 也有固定的 但体验这个事情是 我们很重视也很强调 我们也希望每一位 来传译的朋友们 都至少要做一项 就是能 好好的静下心来 享受一项你的体验 然后甚至更多更多 那我觉得这个 我有这个体验 才可以让自己 打从心里面 然后身体的记忆 手的记忆 才会完全的不一样 对 就是也 这一集节目 我们也听了 蔡老师跟叶老师 会分享一些 建筑的永续 一些饮食文化等等的永续 那这么多年来 其实透过一个 传统艺术中心 把这些民俗的 这个长民文化的东西 也都包容在 这一个园区里面 就觉得好像 变得比较容易一点的 就是 是真的可以 实实在在的 你都还可以感受得到 它没有消失 它不是只是 我们在 缅怀好久以前的 什么事情 可是说起来 其实也会觉得 它很难 因为一离开了 船艺的大门 车子一开出去 是台九线吗 外面 滨海公路 对 滨海二号 一走上滨海公路 咻 很快就到了自己的 原本的那个世界 然后就 就很可能就 忘记了 就觉得说 偶尔去当时玩乐 去体会一下 这样就好 我不太知道 大家会不会有那种 失落感 要是我 我是有一点那样 失落感 但我觉得 庆幸的是 我是住在宜兰 然后我又选择住在宜兰农村 感觉是 是可以有一些深度的东西 自己既然住在农村 可是农村有好多消失的东西 我可以偶尔到船艺 去抓一些东西回来 去补充一点养分 但如果是在都会区 我都觉得 那个失落感 很可能 大到他们根本 也觉得 那就是不要去面对就好了 那那件事情就这样子 事实就这样子 我不想起来 执行长会不会有很多都会去的朋友 对于 这种文化的那种失落的东西 然后您又自己在这个领域里面 这样耕耘 有没有过 也是觉得 啊 那个 会有急迫感 会觉得 所以在这里就更要努力去做的事情 对 就是像主持人所说的 假设说来这边只是一次性的体验 可能就在他生命中 就是一个 一个足迹 可是过了就过了 对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 尽量他要能被带走 就是意思是说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里面的元素 最好能进入他的生活现场 对 就是所以 共创善美生活这件事情 其实是我们真正觉得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这些传统艺术的东西 假设没有办法进入每一个人的生活现场 那他就不容易被记得 也不容易被留存 也不容易被发扬光大 所以我们是很鼓励大家 其实刚刚讲的体验 其实大部分的都是引起动机 但更重要的是说 有没有可能 就自己在生活现场的东西 就自己来 自己来完成 自己来制造 这样子 对 对 所以我以 我自己周边身边的朋友来说 就是像 我有的同事 或者是有的朋友 在住在宜兰 他就变成是 自己来这边 做自己的盘子 然后的盘子 因为盘子最简单 盘子做完之后 他可能就从碟子 碟子做完就做小盘子 盘子做完之后 可能就做杯子 然后杯子 做完之后 可能又做壶 然后又身材做到 咖啡手冲壶 都是用陶做的 就是说 当这些事情呢 进入生活的时候 你就发现 你很多东西不是 你在市面上买 那个工业生产的东西 是很多东西 是你自己做的 然后另外 像客司 也有些人去织 他的 像他可以织杯店 可以织成一个餐巾店 然后他也可以织成 一条围巾 那所以像 他美女老师 也去织过 客司的一条围巾 就是 就是生活中 就会出现了一些 是跟传统艺术元素 有关的东西 我觉得 唯独只有这样 那东西 才能慢慢的渗透 然后才会成为 我们生活的必需品 执行长对于一般民众来讲 其实就除了最容易说 你就来体验看看 你就知道了 但是事实上 我觉得 大家要避免的 也就是 通常只是走马看花 真的没有看到 一些精髓 或真的 其实足以影响到 自己一些 比较深刻的细节 我觉得那种忽略是 有时候是 需要去真的觉察到 然后要面对 真的要练习的 不然我们普遍 台湾人的旅游文化 真的大概就是 看热闹 然后吃吃东西 那这个部分的话 对于一个 经营一个这么大 一个园区 而且又是一个 关系到文化 环境这种 永续样貌的耕耘 您会有什么心理化 是觉得 很希望告诉 一般大家 旅游文化 这样子的民众 去省私的事情吗 我觉得就是 要慢 然后要松 对 就是我们在台湾 有时候旅游 过去啦 现在已经很多都 都已经越来越慢 越来越松 就是过去很多 都是赶场 就觉得说 我是要在 一天之内 两天之内 跑最多的地点 好像就感觉上 自己CP值最高 可惜是 其实是最可惜 因为都把时间 耗在很多的交通 跟往返奔破 对 其实最好就是 在一个地方 就静下心来 然后慢慢地去体验 它这个地方 甚至很松地去 去让自己 可以进入那个场景 所以 譬如说来传逸好了 以前可能 大家觉得 就来好像 一两个小时就好 可是其实 以我们来讲 我们就至少 一定要半天 而且一天 可能还比较刚好 那甚至我们还遇过 有的游客 是直接住在这边 是可能五天四夜 四天三夜 因为 因为他就觉得 他光我们刚刚讲的 又要学 就是想要体验 染布 又要体验金工 又要体验木工 还要体验琉璃 然后还去看表演 表演可能像今天 我们园区就有 什么口鼻底的演出 然后又有 大助员彩接 讲葛马兰故事的 绿珍珠的演出 然后又有马戏的演出 所以你要看表演 要体验工艺 甚至你假如说 还想要 有时候 可以去预约 想要学 比较深入的 织布的课程 课思的课程 那可能就是要 学好几次的 好几天的 不是一次性的 对 因为你要织完一个作品 可能也要 不是一天 可能就是一个礼拜 一个月 甚至更久的时间 这样 所以他来这边 就是变成是 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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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慢慢完成 一些东西 这样对 那所以其实也很适合 居游吧 就有点像 半居住性的方式去游玩 然后就是要 唯独这样子 才可以感觉到 到底这个地方 对自己的生命跟生活 还有旅游的意义在哪里 而不只是走马看话 觉得就走完了 就一条两条三条 全部踩完了 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 可是其实是 自己的心完全没有 没有进入这个园区 他只是在表面 把地板踩过 这样 那就非常可惜 对 那就非常可惜 所以我们今天很鼓励 大家就是既然进来了 就好好的放慢 脚步 好好的用心 去体验这件事 所以我记得 之前在疫情前 我就曾经遇过 一组香港的客人 他们是两个家庭 我在蓝染工坊 碰到他们 然后我就 发现他们在讲广东话 我就跟他们聊了起来 说怎么会 怎么会两个家庭 一起来旅游 而且是来台湾 他们就说 他们给孩子去票选 想要去哪个国家 后来他们就选择来台湾 然后来台湾之后 他们又自己做功课 所以他就跟我说 他早上已经入园 我碰到他们说 已经是下午 他们自己入园前 他们就做了功课 他早上就预约一个 公益体验 下午预约一个公益体验 所以他一个早上 还没有走完三分之一 他只在第一条街里 所以他一天 就只有在第一条街 对 所以就是一整天 从早到下午 他就预约两个公益体验 所以还没有办法 离开第一条街 所以其他的街道 根本还没有时间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他可以慢到这种地步 可是也可以快到 三十分钟 我都走完了 然后这一天 然后就坐下来 就觉得 那只是看表面 没关系 就是就会可惜了 我自己的朋友的经验 我也感觉到 他们假如有做手做体验 他们的感受度 都非常的好 可假如没有做的 只是来逛大街 买东西的 都会觉得还不错 但是没有像 有做公益的体验 那么的 就感受度那么的好 对 所以像每一年 我们的文化部会 做观众满意度调查 满意度最高的都是 基本上都是有做体验的 对 所以他就真正的能体会到 这个园区对他的意义 还有这个园区 到底 他体验到这个工艺 他可以意识到 这个东西真的很值得 被保存跟推广 从罗欣尼执行长口中听到 这么多大河帮的故事 和在地伙伴推出的 永续商品 实在忍不住 想要亲自去看一看 玩一趟 果然啊 访问结束后 隔没几天 大米就没忍住了 冲去传译看展览 这个宜兰大河流域的 SDGS永续生活展 地点就在宜兰传译园区里头的 林水六号这个地方 当天是由全联善美的 文化艺术基金会 文教处总监黄怡芬 为我们导览 太幸运了 马上来跟大家分享 精华片段 在这个开发的这个合作里面 我们主要跟几个单位合作 那第一个是双好设计 那跟双好设计的合作呢 其实我们是设计了一个 这个木盒 那这个木盒呢 是结合园区的这个青木工坊 那另外在木盒里呢 它会有这个 我们新兰洋八景的明信片 那以及跟这个宜兰的玉兔工厂 合作铅笔工厂 合作的这个彩色铅笔 那另外呢 还有我们园区很知名的 白儿山脚的这个饼店 它的这个好吃的月饼 这个礼盒呢 在木盒的设计上呢 它运用了这个 我们园区庙宇文昌祠飞檐的异象 那另外也把 龟山岛的异象放进来 那这个不只是一个礼盒 它其实背后还有八条游城 所以它是一个 等一下八条游城啊 就是旅游的路线啊 对对对对 你是说看着这个 很可爱漂亮的木盒子 它里面藏了八条旅游路线 那因为我们的这个明信片里面 其实就是从新蓝阳八景入手 那也就是说这个双号设计 它设计的不只是礼盒 它另外设计了八条游城 所以呢你是可以购买礼盒 然后也可以跟他们booking这个游城 让他们带你去畅游这个蓝阳八景 你是说这个盒子里面 它解构出来包含了八个旅游行程 而且是你们赋予的新的蓝阳八景这样 对就是有一个新蓝阳八景 其实也不是我们赋予的 那就是地方上的一些新的讨论 那以前有旧的蓝阳八景 那大家现在因为地景地貌的变化 环境产业文化历史的变化 所以呢有了新蓝阳八景 那这个双号设计呢 就把这个新蓝阳八景 做成八张明信片 那另外设计了八条游城 那这八张明信片呢 它是一个黑白线稿 单色线稿 那所以呢它才又跟这个玉兔工厂 合作了这个彩色铅笔 那一方面是产业上大家的结合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用彩色铅笔呢 去汇出那个自己心中最美的风景 那同时呢 他们这八条游城 都是可以跟他们booking 有他们带大家去探索 这个新的蓝阳最美的景色 你可以跟我们透露 新的蓝阳八景 你背起来了没 因为我自己就很好奇啊 我常常也会有家人朋友啊 甚至从国外回来什么 都会问说去蓝阳找你啊 可是那里有什么好玩 你就有一种愣住觉得 到底应该从哪里说起好呢 所以现在有这个新蓝阳八景 我觉得是个机会 好啊 那新蓝阳八景里面 当然也有跟旧蓝阳八景一样的 譬如说我们归山朝日 好 归山朝日只要在我们海边 就可以看见这个归山日出 那另外呢 像我们的太平山的这个周知泽 是那个我们高山的温泉 那也是一个这个非常迷人 而且魔幻 有点魔幻写实的景象 好 那另外呢 像我们这个因为有这个一直有林业嘛 那新的这个那个罗东林厂 好 那罗东林厂呢 它这个园区也建制的很棒 那里面还保留了以前的那个木业的储木池 好 那它同时用这个原来的旧火车的车厢 去塑造过去这个森林铁道的这个意向 好 那另外呢 头城抢菇也是我们重要的一景 好 它不只是地景地嘛 它是很重要的民俗活动 好 所以像类似这些那另外还有包括 我们的这个漫游东山河啊 那东山河现在我们有一些船运的运作 那所以呢 漫游东山河也是 其实它是现在是一个新的漫游游城 那其实它过去是 就是宜蘭在发展历史上很重要的这个河运 宜蘭在没有铁路之前都是靠河运在进行 所以它透过这个漫游这个经过整治后的东山河 我们可以遥想过去历史上 我们这个宜蘭河运发达的时候的这些 往来的这个博传的盛况 刚刚忘了数耶 听起来很精彩 是八个全讲了是不是 还没啦 还有很多 好 那我们另外介绍下一个 好 那我们下一个其实很重要 是我们园区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客司的展览 好 黄兰叶老师的客司工作室这个的作品 那这个客司其实是从这个汉唐时代 就开始有的一种传统的这个编织的工艺 好 那但是呢流传到现在 事实上说实在外国人比人家了解 好 就是说外国人知道这个东西好啊 所以现在客司啊 其实它主要应用在是日本的和服的腰带上面 好 的这些图案 事实上老师的这个作品目前也是比较大量的是出口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这么珍贵的这个记忆 好 应该要好好的被保留 而且应该要再被应用 有新的应用方式 好 所以呢 这边我们跟黄老师的工作室 好 就合作了把这个客司的这个 这个手法 来做一些 比如说挂饰 好 就把它变成墙壁上的挂饰 像我们这一次跟老师合作的春夏秋冬的系列 好 那就是让客司的这个表现手法 好 比如说有一些更新的设计 那之前老师可能会编绘一些比较是传统什么龙啊 什么这样的传统意象 那我们这边也跟老师讨论 把它做成这个像这个宜兰四季的风景的意象 另外呢 其实我们这个我们园区 我们基金会也想要再推 再进一步推动 我们最近有做一个开发 就是跟 也是跟黄老师合作 来把客司的这些 因为我们要有永续的概念嘛 所以把客司的边角料 客司的边角料做再利用 那我们在再利用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就把它缝制在T恤啊 衬衫上面 那马上它就是变成一件又古典又时尚的这个衣服 那同时呢 因为它在T恤跟这个衬衫上面 又非常的实穿 那所以它就会更容易跟这个大家的生活 做一个链接 而且在消费上 费用上也会比较的评价 因为客司本身因为他的手工非常非常的繁复 包括丝线都是老师他们一条龙 先自己染丝线 然后再织 然后再裁制 那所以它其实这个成本非常的高 都是 过去都是高端定制 那我们也希望它可以就是更平价 更被大家接受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客司再创的一些努力 这样子 那另外呢 除了这些商品之外 我们刚刚讲到的 还有油城 那除了油城之外 我们还有美食 这个是东山农会 有一个粮食农创园区 那他们跟我们合作的一个 东山农村厨房 鱼米之香的计划 那这个东山农村厨房 鱼米之香的计划 那就是用当季当地的食材 那去开发更精致 更美味的 而且就是更健康的料理 譬如这个香鱼 樱桃鸭 再搭配这个东山的树心红茶 香兰叶的这个米丸子 甚至这个鸭赏汤 然后还有这个甜点也没有放过 有这个金干红豆沙 羊羹 或者是釉花蜜木而已 这些都是他整个套餐里面 非常精致的 那我们这个鱼米之香的套餐 绝对是这个国宴的口味 然后法式的这个摆盘 非常的高档 这么讲究 是啊 那他当然他搭配这些 他还会有一些食农教育的油城 那他们也会带领就是 你怎么去 我们带领大家去了解 这些当季 当在地的食材是怎么被种植出来 怎么被采集出来 然后以及他们怎么被烹饪出来 然后最后来到你的眼前 从产地到餐桌 就是一条龙的那个呈现给你 那所以他是结合了这个在地职人的代理 带你去农地 带你去菜市场 让你去亲自体验你的农作 那还有这个利用在地食材来做教学 那顺便也告诉大家 在这些过程里面融合了多少永续的理念在里面 那所以像这样的餐点跟油城 我们园区就是帮他做一个展示 然后增加他的曝光度 利用展览的方式 那大家在这边看到这个 如果被吸引的话 我们这边就有帮他们留预约电话 大家就可以打这个预约电话 03-958-2299 好不太好 还有报电了 对啊 就是要帮 那个我们要 就是伙伴跟我们基石者 就要一起合作 对那另外呢 我们园区的这个青木工坊 它也非常的用心 我们永续的概念 其实某种身上也是要习物 就是要让这个物资做比较有效的运用 不要浪费 然后那所以呢 他这边就是他们在萃取这个块木精油的过程中 会有一个副产品叫做木作液 那这个木作液的那个经过这个提炼 可以作为洗手液 那所以呢 那就是青木工坊就在这个制作精油的过程中 另外开发了出了这个木作液的干洗手液 那同时呢 他们木头除了在萃取精油之外 那当然最后会烧成碳灰 那这个木灰也是可以运用的 那这个他们就用这个木灰 来透过这个加工的方式 让它变成了阔香石 而且这个阔香石的形象非常的可爱 它是我们宜然传义园区的主神 文昌祠的文昌帝君 然后作为阔香石 又香又会保佑你 这样子 很可爱的一个公仔 可是听你说我才知道 它是从灰变成这样一尊 可爱的文昌帝君 对它是透过我们永续的概念 被发挥的灵力尽致 对它可能用灰然后去压制魔灶 然后就有这个Q版 这个文昌帝君扩香石 只有在我们这里买得到 我记得大家每次要考试 或者一些可能事业上什么事情的时候 都会想到要拜文昌帝君 有时候找绕半天 不如请回家中放一尊是不是 放到桌案上放一尊 是的 那我们也可以先买了这个扩香石 然后到我们园区的文昌帝君的香炉那边 过一下香火 是不是就会更灵验 你这位太太 这个手法操作得非常得意 非常细腻 这个教大家这样做就对了 就更灵 灵生对吧 灵生对 有拜有博比 谢谢一芬总监精彩的导览 其实当天还有更多内容的分享 如果你有兴趣想进一步了解 从本集节目资讯栏 可以找到相关连结哦 宜兰大河流与SDGS永续生活系列 总共三集 已经全数播完 如果你觉得意犹未尽 欢迎敲玩 告诉大米 你想要探究的永续生活主题是什么 或分享你所知道的好例子 留言给咪咪之音 节目最后 在宜兰传译园区 我记得叶勇小老师说 他最爱在黄昏的时候 坐在黄举人宅前 看夕阳 听虫鸣鸟叫 所以呢 我就偷偷笑法 从临水六号越过一道石桥 然后来到黄举人宅 顺便收录一些这里的虫鸣鸟叫声 跟大家一起分享 而最后我也想用 罗欣怡执行长的一段话当作结语 一种像老朋友的叮咛 欢迎大家尝回来 就是想跟各位听众们分享 传译中心不一样了 不论你什么时候来过 你每一年都值得你再度到访 来跟我们一起体验 每一年吗 不是每个月吗 是 看来执行长也没有很 没有太贪心 我不敢这么 给大家这么大的压力 对 基本上我们每个月表演都不一样 但对所以我一直说 我们就是传译中心二十岁了 其实假如每一年都要来 应该来了二十遍了 对对 那所以我是希望各位听众 有机会的话 其实即使不能每一季都来 对那至少每一年都找个时间 对过来看看 那因为都会给大家不同的感受 那我们也竭尽所能 就是不计代价的 把这个园区 把国家的这个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我们也设法不负国家所拓 尽心尽力这样 希望大家一起来感受这边的美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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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列节目由 米米之音与全联善美的 文化艺术基金会联合直播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后期接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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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